電梯裡一名男子吃力的趴在地上爬 40歲廖先生是腦麻患者 住在台中東區社區大樓 平常上班都是太太協助他 把輪椅推到車子旁邊 把它鎖起來 他坐好之後我就會把門關起來 確認廖先生上車之後 再把輪椅固定在旁邊 也沒有超出車格 旁邊這個是沒有生臟者 那我們有跟他溝通過 所以他車子就會有比較過去一點 他們是OK的 最近一年卻頻繁發生 輪椅遭人移動的狀況 有一次我下車之後 要下來扶 我不曉得這個輪椅 這個鎖已經解開了 然後我去扶這個 導致說它整個這樣歪掉 然後我去撞到旁邊的車子 整個這個翻過去 這樣收起來這樣子 因為太太比較晚下班 廖先生從停車場回住處 都需要依靠輪椅 而輪椅不止一次被移動 有時在車格的中央 有時被移到車尾 導致廖先生7月份摔到 頭部流血腦震盪 之下也整個裂開 就連輪椅也曾被惡搞 廖先生只能用爬的回家 回到家看到的時候 他整個人躺 躺在門口 那全身是搭搭的 他們說我們利用那個 從你心無線上綱 然後有一個住戶就說 當你沒辦法改變別人 你就改變自己 我就改變自己 他要怎麼改變自己 那他改變自己 就是用爬的回家 對此社區官委會澄清 並沒有欺壓廖信夫妻檔 強調多次在會議中 討論輪椅是否能夠放在停車場 從去年的五月區 不會沒有通過就擺到今年了 沒有合規約 合規約 他還是擺了一年了 那今年好 今年五月通過了 他們就合規約了 就名字元聖可以擺了 是這樣 廖信夫妻指控官委會 說他們的輪椅是雜物 長達一年的時間被限制 不能夠放在停車場 但是官委會認為 他們是站在大多數住戶的立場 也已經盡量協助生長的廖先生 TV北新聞中部中心 最後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設定